放下遙控器 不要急着转台 还有棒球周报 接着登场 本周的菜色相当美味 带各位球迷回到春训期间 看看兄弟向队的投手 都在干嘛 另外 因为要减未过 都是国手资格的林伯佑 本周会带来她的相关报道 话不多说 节目一开始 马上来关心林伯佑 我会一直撕走 你好 我是林伯佑的中学的罗门 我为什么喜欢林伯佑 因为很强 因为他很高 有 有人就是要这样 所以我每次都在那里 超级 很快喔 你为什么会去美国 我怎么会去美国呢 你问你球是我的话 你问你球是我的话 你也会可以啊 我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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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扯喔 你问你正练的 你也很厉害 叫我们正确投球就是OK OK 每个人正确投球就是不一样啦 就... 不一样啦 超纯少的 听教练的就对 我以前也是听教练 对我过 我认证听教练的就练起了 我小时候喔 差不多像下这个朋友这样吧 我去投球 小学三年级开始打棒球的林伯佑 从福林国小 华兴中学到台湾体院 一路接受了完整的棒球训练 也因为有耿博轩 林彦峰这些学长在前头 让他的棒球路走得非常顺遂 虽然大学时期 殷商停赛了一阵子 不过拥有将近150公里球速的林伯佑 却很难让人遗忘 也终于在前年受到了居家哥白袜队的肯定 赴美追逐他的棒球梦 离开家乡一年之后再回到台湾 林伯佑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中华培训队 备战奥运棒球资格赛 集训的过程中就是 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有感受到从业 现在集训与外业人 然后再加之交资业 就是集训 其实大家都很 大家都是很认真 还有很许愈 但是就是都很开心 也是都没有分你是哪一拳 或者说你是在哪一拳 就感觉就 好 大家这一次一定要进到的 没错 对于所有的选手来说 能为中华队建一份心理 就是最大的荣耀 当然林伯佑也不例外 日升赛表现不俗的他 一直到最后的24人名单 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只可惜 最后却因为药解没过 而错失了在相亲面前拼战的机会 他一开始很惊讶 就是吓一跳说 我就明明就 我都没有吃什么药 而是就 我总会检查出胃口 我没有就是 就果不合格这样 然后后来 后来也想说要再副检 但是因为隔天就要 那个名单提上去 就是要比赛 然后可能就比较买不起 不会比赛 当然一开始会很疯 很想说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 不是这样 我好不容易有第一次那么接近 就是说可以去比赛奥运 就是说可以 就是在 就是这么重要的比赛可以上场 上场比赛 就是因为是疏忽吧 第一个疏忽 然后就前面的就是那么努力的 就是那么努力的调整啊 练习这样 就都好像感觉不用了 你没有想要最任何责任吗 一开始就一定想说 想要问清楚什么 但是后面一直看中华队 一直很顺的就赢了赢了 这样 我也我觉得 不用就是说在 在说因为都已经 进行奥运 不管谁打都一样 其实进行奥运最重要 因为用心所以在意 一个疏忽 让曾经那么接近中华队的林伯佑 失去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虽然一开始也和大家一样震惊 但是他还是选择打起精神 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这一次的考验 讲之前跟我讲说 他如果是他的话 他只单才不输他 就是因为我 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会这么比较在意 我蛮投入这个 这一次的比赛就是 不管从继续 第一批继续 第二批继续 到到回来的那个赛 我都尽全力就是说 我认真地 有珍惜有上场啊 有 有说 感觉什么 感觉就是心都投入在这里啊 就是哪里 就是哪里的迈在站起来的 我看到 阿福 没有见过他 就那一场对澳洲 澳洲 那一场对 他就感动了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是 算是 不是 他不是為自己在投球而已 感覺是為大家 最後去看 你會不會也想怎麼樣 努力 有朋友說 林柏佑是不想讓人擔心 所以故作堅強 也有人說 他就是這麼樂觀 或許錯過了一次 但是他絕對不會放棄 接下來的任何機會 不管是進入中法隊 還是拼上大聯盟 他一定會好好的把握 編織自己的棒球夢 不要因為一次就失去信心 走去北京 蛤? 想去北京 想吃烤鴨